细耍同志 糟蹋精英的做法 到此为止 难以接受日前流出的 国民党高雄市长民调结果 孙文学校总校长张亚中 派主任登门党中央 想向秘书长黄建廷见面讨资料 却先吃闭门根 怎么叫做不是党中央流出的呢 那是哪里流出 难道还有第三管道流出吗 请公开道歉 同时有人负责下台 你反应的意见我会回报 文庄会会在对外说明 党部一楼何启胜足足讲了十几分钟 但碍于黄建廷开会中 只好找人代答转达 民调第五张亚中愤恨不平 不是没原因 16号接受高雄工商界 推举成为高雄市长人选的记者会 前来公布 这实际上的巧合都起人疑动 以后这种国民党专属 指定是滚动民调 就不要把张亚中校长再列入 就算黄建廷声称民调从哪流出 不知情也难判断是不是由党所作 张亚中反倒质疑漏洞百出 铁了心党一天不给招待 一定真到底 但放弃议员连任的陈丽娜 民调第二却说没要真高雄 却建议有主席亲征 至于排名第四的陈玉珍 则低调拜会高雄市议会 要向第一线的市议员们请议 党中央已经否认那一份民调 平常性看待我相信党中央会对高雄市长民权 做出全面的通盘性的考量 一份民调正位在先茶壶内风暴 一天没解释清楚 如同党外乌云赏散也难 近新闻谢谢吴俊伟采访报道